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北石家庄人 但是我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 好 石家庄在多伦多啊 你现在人在多伦多 好 来 这位多伦多的网友你好 你想说什么 我想把话题拉回来 咱就是谈一谈冬奥开幕可以吗 可以 怎么不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大家好像今天 也是第一次接入嘛 大家今天好像讨论的非常热烈 但是我其实昨天早晨 醒得很早 就一直想看看这次开幕 因为06年都联奥运会的时候我是志愿者 都联多吗 多联多奥运 是2010年吧 都联 意大利 意大利都联 哦 意大利都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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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么久以前 2010年的时候我也在温哥华 因为我有都联的那个 等于说给他发Resume的时候比较容易 所以说 但是很遗憾 对 06年都联和10年的温哥华我都是志愿者 那你在温哥华你有看到金盐儿吗 我们没有 当时我主要是 我好喜欢他啊 好 来 你继续 不好意思 所以说因为有这个经历 所以对冬奥我个人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因为毕竟是这个非常年轻的时候参加 然后所以呢 开幕式我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也会非常想去看 然后这次看完之后 我整体感觉非常好 我感觉非常好 因为完全是眼前一亮 因为很多时候像我父母也好 他们可能感觉08年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咱们国内这次也有人说 2008年会不会更好一点 但是首先夏澳和冬奥就不一样 对对对 完全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另外这次的话 我大概从三个点说吧 第一点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最这次最让我感到惊艳的是科技含量 然后第二点 真的真的 第二次我会 咱们第二个话题 我会谈一下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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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单子拉下来啊 就单表演单拉下来 我觉得这次老毛的张艺谋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我反正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第三个就是我会有一些个人的解读 当然是纯个人的 然后呢 不可能代表这个完全不可能这个代表这个 呃 张艺谋先生也不可能说是这个 大家的观感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会最后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咱们就这三个问题谈一下可以吧 好 你说你说 嗯 首先 因为我这科技含量的话 这个东西 首先就是你也发现了就是杰克熊 这次这个我们冬奥开幕的表演其实是在整个 他主要表演全是在这个LED屏上 对 在这两块屏上 一块是地面一块是那个垂直的 然后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个节目表演的时候 是一群表演的人在上面滑冰 然后显示出非常漂亮的蓝色和白色的style 那个样子 对 对 我知道 那个很厉害 很漂亮 这是第一点 嗯 他居然这么多屏幕这么大 没出现摩尔文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飞牛了 哦 他是没有摩尔文字 他 呃 等一下 你所谓的摩尔文就是说 我压在那个屏幕上面会有那个压力会造成的那个是不是 呃 不是 就是你拿照相机照的时候 他这个会显示出的摩尔文 他是没有的 然后刚才像你说的也对 那么强烈的踩踏和机械的运动 包括低温 当时北京人家零下五度 对 呃 这个真的是 ok ok 你要在防滑 你在雾面 尤其是还有一群孩子在那跑来跑去防滑的设计 而且还有悬光 你从不同角度去拍还有悬光 他整个这个转播提供的这个视频画面是非常纯净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哦 这个这个是而且这么大一块屏幕 而且是就就简单的讲一个非常外行的话吧 嗯 那块立屏 你在场地里面是不可能没有封的 然后你怎么承接他那个立屏是一点动纹丝不动一点 一点你都看不到 好像是一块固体在上面 其实他是薄薄一层屏幕 他后面可能有一些 我这就不知道了 我不敢说 如果你自己织过一个立牌上面有一个屏幕的话 你后面怎么给他打这个固定结构 他都会有一个抖光的情况 更何况他那么高那么大 嗯嗯 所以这个其实背后的科技含量非常非常大 我个人感觉啊 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就是嗯 做的就个人关注点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科技含量非常高 包括那个冰块上去打出这个冰的环这一块 然后整个的当然最体现的还是小孩们拿着那个大胖鸽子 那个鸽子灯在那跑来跑去 底下追光的那些雪花 那个几乎是及时的 那个几乎是及时的 这个他应该是有一个很 他很多点都会有感触吗 那个就很多点感 不是他是用的摄像头捕捉 哦他用摄像头捕捉的 对他用摄像头捕捉的人体的运动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了很多这个他背后这些 呃就是说采访 包括像那个在B站上可以看到吗 像老毛子还有他的这个技术团队的采访 他用的可不是踩踏 他用的是完全用摄像头去追Gnetic 然后追到之后在那个点下面 他识别之后在点下面直接把雪花打过去 雪花跟着小孩跑 这个几乎是没有延时的 你跑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延时的 并不是雪花追着小孩 哦他所以他不是压力传感 他是 他是影像那种捕捉 OKOKOK 我真的是过时了 OKOK好 所以说就是整体这个这个科技感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句话就是让你看着很舒服 让你觉得这个表演很舒服 嗯嗯嗯嗯嗯 那他就没有科技感在里面的科技 就是最好的科技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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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一开始打开的这个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冬奥的标记 啊标志嘛 然后体验还有过年好 对 他是一个裸眼3D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我没有注意 裸眼3D 你可以打开 就是一开始北京2008 然后冬奥的灰几下五环 那是个裸眼3D 哦对对对 他是平面但是用3D的那种感觉 他是裸眼3D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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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而且在整个的表演过程中 你的后面的屏幕的时候 那个门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裸眼3D的这个表演形式 哦OKOKOK OK对对 他平面去用平面去显示3D那种感觉 没错 对他这个整个的技术含量在里面 当然了就是这个技术含量的话 如果我们可能有有大家有专业人士的话 这个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特别难 但是你放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 而且还有温度 还有人的彩碳 还有压力 种种情况下 你放的就是同样的事 你把它放到这么大去表示 是 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你 我觉得像我这种外行的 我真的就是在看看热闹的 但是你你稍微分析一下 就哇 里面门道实在是蛮多的 哦 真的 他这个科技含量确实是 就是非常的优秀 门道很多 真的 我们外行我们就看 哇 漂亮漂亮 但是你这样一分析 哦 学问是很大 哎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在那个平面上面 他们应该是划轮吧 不是划冰刀吧 应该是轮吧 他们是表演 对嘛 应该是轮啊 应该是理论上 应该是轮 这个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 就要说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他们刀划的是什么 而且在采访的时候 我也没有看到 如果是冰刀那太厉害了 OKOK 不知道了 那我揣测了 应该是轮 好你继续 就是所以我的第一点 就是这次科技含量 尤其是这两块屏 确实让我感觉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想简单的 咱们看看这个节目单 因为我就是对冬奥 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感情 可能我就冒昧的说一句 我可能比所有咱们这个线上的人的话 对冬季奥运 这个可能感情更深一点 因为我毕竟参加了两次奥运会的志愿者 那么这次这个节目单的话 其实大家看奥运看了久了 开幕式发现它都是一定的固定的流程 这个是国际奥委会 LT他们那边有要求 就是说很多项目你必须给我 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的是什么 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太一样的 开幕式08年 08年的表演其实是非常不太一样 它大概有四个小时左右 前后差不多 它的整个表演 其实是在奥运开幕式中 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了 当然跟它 其实如果是完全按照 奥委会LC的标准去要求的话 它那边其实是 你需要达到一二三四五 比如说你必须 运动员进场 你必须要有 然后这个一定是这个 希腊第一 然后是下一届的道路第二 主观国道路第一 然后你现在一定要升国旗 一定要唱国歌 一定要有这个奥委会会旗 然后一定要有这个 奥委会主席致词 那么要有一个 所谓的主题歌 然后还要有一个 奥委会的宣传片 它一定要有奥委会 自己放的宣传片 然后你的艺术表演 运动员宣誓 以及最后点烛火剧 这是它一套完整的流程 其实如果这些东西 在LTA网站可以看到 这次咱们一开始的话 就是跳广场舞 这个我很喜欢 这个我感觉非常好 非常接地气 非常好一点 然后大家入场之后的话 那个 二十四节气立春 太美了 那个很厉害 那个很厉害 那个太美了 我是觉得叹为观止 而且是久之前 全部配了一首股诗 当然还配着大家 比较了解的股诗 大家比较熟悉的 真的非常好 然后 这个东西 真的是 我就后悔 没钱 有钱的话 应该买一个8K电视来看 因为它有8K信号 8K的 用8K来看 这次奥运的是有8K信号的 已经有8K信号了 8K来看 那的确 那个画面完全感觉不一样 4K就很厉害了 8K 其实咱们一直开奥运 中国是挺重视科技的一块 我就额外再谈一下科技 2008年 等一下 你忘了讲一个 我要讲一个 我想听你补充一下 我觉得有一个也很厉害 他有一个冰雕 他应该是模拟一个冰雕 然后上面是 每一届的东奥的那个样子跟logo 然后在冰雕上面去呈现 那整个是透明透过去 那个好美 你知道我讲的是 冰雪五环吗 他是那个 我马上下面会讲到 这个 他的这个科技 太屌了 我觉得这个屌 很漂亮 他是类似一个巨王七哥的感觉 但是他怎么弄 他这个 他这个其实还是一个 裸眼3D的感觉 你最后看到的 并不是雪碎下来 他但是他给你一种 这个冰块的雪 那个冰已经碎下来 飘下来的感觉 他透过去 他不是真的透吧 他不是透 他只是感觉透 他其实是一个裸眼的效果 OK 他完全是一个裸眼的效果 显示效果 好 后来我看 那个采访在B地上看 老毛子曾经想过说 他碎冰的时候用真冰 用真冰碎下来 但是后来把这个还是那个给给缝了 但是这个装置他最难的地方是那个启动机 启动 启动机还是什么 启动机 这个这个冰雕他最难实现的 他最科技含量最要的地方 并不是他本身那个显示效果 而是那个启动机 不管是那个冰五环还是最后那个雪花 是非常非常难的 他这个非常非常难 启动机啊 那就是把这个冰 呃因为很沉 把那个荧幕放上去还是怎样 把这个整体这套结构显示显示装置这个结构以及五环放上去 然后再给他用一定的速度匀称的抬起来 然后再用一定的速度匀称的降下去 这个东西说而简单 非常难 反而这个是最难的 OK 这个启动装置非常难 最难的反而是这个 OK 他这个东西是是是是 你看不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看不出来的 你看着舒服的 没有感觉到科技的 反而是最值钱的 你真的是 原来这个是反而学问最大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 我们我个人感觉 这个还是要说一句 这仅代表我个人的这个观点 而且呢 还是很多他的背后的科技 因为我没有参与到这些奥运会中 嗯 他很多背后的科技我也不懂 比如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奥运就是 鸟巢底下的线是怎么连的 但是就我看的话 这个连线工程就已经是丧心病狂 太难了 嗯 OK 这个线路的不限都是难以想象的工作量 嗯 好 了解 都是学问的 我们这种干热闹的都不知道 原来学问那么多 这个真的是 但是我们只知道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对我们就是好漂亮好厉害 就是这样 是 学问好大 就好像是大家常说苹果手机为什么好 因为你用的时候感觉不到它这个科技嘛 对对对对 嗯 嗯 我们就继续说一下我们的可能时间多点 我说快点 然后咱们就 24节是到道际时立春这个觉得非常好 然后之后 其实我觉得升这个国旗作为歌的时候 哎一下就把我带回到08了 嗯 嗯 一瞬间 因为08的时候 08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女孩 林妙可 我们在那唱 嗯 我的祖国 对 同声 是 然后这次是一个小男孩 嗯 吹小浩 我和我的祖国 嗯 感觉非常的好 嗯 就是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到好像这这14年 嗯 刷一下子两边的感觉就就连起来 但我仅代表我个人啊 我不了解老模子是不是这么设议的 我也不知道别人的观感 是 是 这个春题这个个人感受 我就感觉非常好 然后呢 呃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08年咱们的国旗是小朋友们 是56个民族小朋友们 拿二国旗递给解放军 嗯 这次完全是这么传过去的 我感觉这次传过去比这个 呃小朋友给奖金更好 嗯 嗯 总体那个国旗网上传的感觉就非常漂亮 嗯 我感觉非常好 尤其是吹小浩 嗯 小浩声音也好听 嗯 之后就是咱们刚才谈到那个冰雪舞环嘛 把这个舞环拉上去 嗯 搭上去之后后边门一开运动员入场 当然这个我们时候可以谈一谈 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完全 如果大家看微博的话 变成了这个各国的这个羽绒服的这个秀场 大家就开始 像加拿大这边Lululemon已经卖断货了 嗯 英国那边Ben Sherman 我英国朋友告诉我 Ben Sherman也卖的特别好 是 就完全变成了这个 但是我就想谈两点 一个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 引导员小姐那身衣服 尤其那个虎头帽子真好看 哦 你注意的细节好细哦 我又注意到那个 你现在可以去找个照片 那引导员小姐冒的是个虎头 这是咱们虎年 哦 虎年 引导员小姐姐冒虎头 虎年那个虎头 很可爱哦 好 来你继续 对啊 是吧 嗯 好 然后之后的话就放了一个奥委会和甲特兰们组委会做的那个strunger together 更强更团结那个宣传片嘛 对 上次这个东京的时候也有他自己宣传片 然后呢就额外再要吐槽一下这个巴赫主席 巴赫主席这次这个开幕式发言实在是太唠叨了 我不知道巴赫主席是个话牢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从萨巴兰奇主席开始到罗格主席到这个巴赫主席 巴赫主席真的是最话牢的一个话太多了 他这一次没有比上次不唠叨啊 他上一次也差不多这样啊 他就这样 他很唠叨 所以说这次唠叨到已经 对啊 那就是这样 就是每次感觉这老爷子人很mice 因为其实我见过他一次 见过他一次 然后人很mice 然后 你见过他吗 你那自愿的时候是不是 你那时候当自愿者的时候 10年 10年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这个老爷子是很mice的人了 但是问题是 这次实在是 又开始唠叨叨画牢他的一套 然后咱们习主席嘛 宣布开幕之后 有一个小节目 我估计那个 看的人可能比较少 其实在习主席结束之后的话 你看到是一排人从那个屏幕走过去 然后显示了一堆照片 是 那个我很受感动 因为这个 我的电视是 我的电视是可以暂停的 嗯 所以他走过去 我会暂停一下 看一看 走过去 我会暂停一下 我真的觉得那账票选的非常好 嗯 但是可能是电视转播 我感觉就那么可能几十秒过去之后 他里面很多照片都是普通人 有这个踢足球的小男孩 有这个给大家做核酸的护士 有这个不同 就是很多人生活中 可以说不同的场景结下来嘛 然后 真的是感觉就是当时感觉非常好 然后呢 后来我看下节目单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致敬人民 Tribute to the people 所以整个家走过去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表演 就是一排人 而且配乐非常好嘛 嗯嗯嗯 好 对吧 实际上是也充满爱嘛 然后最后就 然后升国旗 升这个奥运会会旗 超人会歌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次这个升国旗 会旗跟之前历届比 已经做到了不能再奥林匹克了 30个孩子 好是30个吧 我也不行 然后阿卡贝拉 没有配乐 阿卡贝拉 用希腊语唱 把奥林匹克的精神展现出来 不能更多了是不是 已经不能更奥林匹克了 更多奥林匹克精神在里面 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OK好了解 为什么这么说 小孩没有伴奏 阿卡贝拉用希腊语唱你奥林匹克了 奥委会的歌 你还要怎样 哦 OK 用希腊语唱小孩 用阿卡贝拉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非常 对 之后宣誓之后的话 就是我我父母这次最喜欢的节目 就是那个小孩 小懵娃小懵狗未来冠军那个 嗯 那个实在是实在是太可爱了 嗯 之后咱们这次是没有请任何明星 也没有请任何的表演的艺术家 就是小孩们唱的 这个雪花 同时也把这个奥运会要求的和平歌 给融进去了 就是这一堆大胖鸽子飞来飞去 是和平歌 嗯 然后 到了点火这块 所以这就说到我的第三点就是 我有一些特别深的感受 可能就是我自己当时 一看那个点火那一瞬间一看这两个人 我就感觉哎 这个点火太棒了 为什么 因为女运动员选的是这个迪尼格尔伊拉姆江 然后他可是拿过温泉战冠军的 嗯嗯嗯 他可是拿过温泉战冠军的 嗯 非常年轻啊 他二十岁啊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来自阿尔泰啊 是是阿尔泰的地区啊 阿尔泰是就是在东方来说在这个应该是他他有这个一万多年前的这个岩石的壁画就就就就有当地人滑雪的这个狩猎 当地鲜民滑雪狩猎的 这么久以前 他是一万多年前就有他是阿尔泰地区的 嗯 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扎扎文的话他是东西两项吗 嗯 他是北欧两项 他不是东西两项 他是北欧两项 完全不一样 他是北欧两项 是 这个这个如果看奥运看的多的话就是冬奥感兴趣的话这个就非常好 为什么因为 阿尔泰这边就说我们在中国我们这边很早鲜明就有滑雪的这个传统就有冬季运动的传统 嗯 而这个北欧两项这个Noddy Combined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挪威那边起源的一个运动 啊 他类似他是一个加强华士的运动 嗯 很早很早之前就有 然后第一届的1924年的法国的这个应该是在叫夏蒙尼的这个冬奥的时候 项目里面就应该是雪橇花样滑冰冰球 嗯 然后北欧两项东西两项速度滑冰和冰壶 对 是当时冰壶但是冰壶后来一直到06年才变成冬季项目 是 所以当时啊冬季两项也是越野华也设计嘛 他也是很后来才到了冬奥项目 但是北欧两项可是传统的这个五个大的像七个大的项目之一 也就是说等于说最后点火的时候 然后你是把这个阿尔泰来的西南部江和这个代表中国第一个获得北欧两项的这个代表西方的北欧的冰水运动传统和我们中国这边传统的两个年轻人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个就好像说我们每次这个奥运会运动员入场一定要让希腊人第一个走嗯 这是对希腊的致敬 对对 我们每次奥运会报幕一定要先说法语再说英语然后说本国举办国语言因为法语是对顾巴战先生嘛 是对这个呃现在奥运支付顾巴战的致敬了 所以说我们最后当然这可能是我纯的个人感觉我第一眼看过去的话 看英文江和大战这个非常好一个是东西两项挪威那边的传统项目第一届冬奥会1924一个是我们阿尔泰的这个传统的 一万多年前就有的人类滑雪运动这个方案一起点太漂亮了嗯他没有那种新疆的考量对不对我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啊 我们他们外面的人太政治了 我这么想这个新疆的考量我不知道有没有也许有但是我第一眼因为我知道这个丁哥阿尔泰姆江 我知道一个小孩因为这个这个是吧 你讲他名字讲的好顺哦我讲他名字讲的非常不顺 好来你继续 对他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越野华西运动员里边的呃后起之秀嘛 而且他在这个咱们国的新闻上报的也比较多 如果大家常看一些中澳之前的新闻就是很多呃 CCTV5做的一些新闻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运动员的话 这个这个报他是报的非常多的嘛 当然了可能咱们所有人是一提到冬奥运动员大家可能这个呃这个这个大家一想男的是五大镜女的是古爱玲 对不对 对啊现在都在讲古爱玲啊 古爱玲还有五大镜 大家都喜欢正妹 嗯嗯嗯嗯实上带加文和那个呃呃 秀格尔的话他们也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这个这个最似像刚才咱们有人提到的低碳环保嘛 竹火炬大火变微火嘛 是 这就非常好了这个这个这个低碳道已经不能再低碳了 怎么着这个这个你以后任何一届奥运再点火的话 我们可以先算一算你比北京2022年冬奥的话要浪费多少天然气 要多排放多少氧化碳 咱们要低碳 开玩笑 这个是甚至开玩笑 但是拉回来的话 我感觉为什么这次感觉特别好 就是他奥运会基本开幕式 他的要求 比如说你升会期也好 你运动员入场也好 你必须要有和平哥也好 你必须要有奥运舞环也好 我们按照他要求全做了 我们用自己的审美方式 用自己的东西去做了 而且没有过度的追求一个表演和表现 开幕式2008年咱们第一次办 尽可能希望去展现一些东西 到了现在的话奥运办的话 我个人认为自信的程度 已经完全不是一样 就是我们办开幕式好看 隆重我们表现自己的东西 然后但是给你办完就完了 然后你愿意说我新疆的强迫点火 你也去强迫点火 你愿意说我肥哥哥台湾回归 你也愿意 你也台湾统一 你也随便说 但是我倒是感觉最后 小女孩拉着小女孩往回跑 太可爱了 我当时看表演以后觉得太可爱了 跑结果车被姐姐挡回来 太可爱了 这个非常好 所以说有些很多当时看到的感觉 然后至于之后怎么评论 我也不用在乎 因为你在别人眼里看到的东西 它就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看到的 而且就是如果我们看有些人评论的话 就是不是人了 就是国际大报了 对吧 纽约时报嘛 这个的确是国际大报了 对对对对 他就连一句是维布尔运动员都不肯说 他非要说这个乌格尔运动员 他非要说这个 claim to be the Uyghur 就是声称他是维族的 声称他是维族的heritage 我说你这个 维族后裔 大家学两年英文都知道 你在扯淡玩文字游戏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好不好 这个实在是太low了 你能不能去了解一下阿尔泰 你能不能了解一下这个第一届冬季奥运 这两个人还是年轻人 然后你稍微就是格局稍微要高一点吗 因为这都混到了 我就说嘛 一开春 今年显然这个反中烂系继续要演 对吧 你要说你一个 New York Times 你最后混成一个New York Post 发的文章没什么区别 谁还差你 差很多耶 好啦 差很多这两家 我开玩笑 档次差太多 好来你说 反华上的话 我感觉他们的品位基本是一致的 OKOKOK 这个对New York Times最大的侮辱 好 没有 所以说我倒是感觉 这个这次开幕式挺好 而且干嘛非要动用这么多人 而且又是疫情期间 我们办把它办好就完了 这个奥运会我们当时申请 就是举办奥运的时候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拓展这个冬季的运动 在国内 对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目的达到了 我们的滑油厂比以前多 滑油厂比以前多 然后而且本身的话也能带动一部分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个疫情谁都没有预料到 嗯 那我们用我们的方式 防疫的方式 对 该怎么做怎么做 而且呢 呃 现在问您一句话 杰克兄 你还记得东京奥运的机箱物叫啥吗 我不记得哎 对啊 我也不记得 大家都不记得 但是那个 包这个冰糖壳的这个熊猫可是 哦 这个冰敦敦是不是 啊 冰敦敦现在特别红啊 一一一蹲难求 现在一蹲难求 嗯 所以这个冰糖壳熊猫对吧 当然大家现在网上很多人把这个壳脱掉 很突然 对 但是很可爱啊 然后总要 我手上有哦 羡慕吧 各位网友 嘿嘿嘿 我还不止一个了 在北京找个妥妇 其实我更喜欢那个 藏药的雪蓉蓉 那个那个 那个灯笼 我觉得那个更可爱一点 没关系 反正就是物以稀为贵 现在这个这个就很稀奇就对了 哦 好 OK 所以说我们 吉祥物也是很重要 奥运的一环 我们现在也很好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带冰壳去熊猫 是不是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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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面的话 就是希望国内能够把这个奥运安全的办完 然后至于设施什么的 那个是没得比的 这很多细节的话 我们已经不用说了 像这次冰丝袋用的是完全第一次 全部的这个二氧化碳制冰 这个东西的后面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 我甚至感觉这次奥运会 我们能看到在冰丝袋刷外馆 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事业记录或者奥运记录 那些很尘封很多年的一些记录可能会被打破 因为这次冰面非常好 这次冰面非常非常非常好 然后像 Let's wait and see 看一下吧 对啊 像这个冰壳这边也是非常不错 冰壳一开始看不明其妙 但是你知道看 看会看了就觉得 哎好有趣哦 你知道这种就是 冰壳太好玩了 一开始看不懂 我觉得这什么玩意儿 但是后来说 哎好有趣好好玩 然后就 啊 就现在就觉得 我跟我爸现在最喜欢看的项目都一样了 第一个就是女子花滑 花式滑冰 再来就是冰壳 哈哈哈哈 这次女子花滑 俄罗斯这边的 当然了不是俄罗斯的 一看看不懂俄罗斯的美女好多啊 是俄罗斯的美女好多啊 怎么全部都这么正 三娃是真好 这三个小姑娘真的好 好漂亮 就是可能是杰克兄对金艳而感情更深一点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这次的三娃这三个小姑娘一定会非常优秀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金艳而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太厉害 而且他又是个亚洲人 就觉得 因为一般来讲这种 尤其是花式滑冰嘛 通常都是欧洲 尤其是东欧那边 俄罗斯啊 他们那一边的天下 因为他们的体态还是什么的 那亚洲人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 但是没想到金艳而可以在这个程度上面做到这样子 我是这样看 其实金艳而是很优秀了 像启天真央也很优秀 对不对 当然了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 其实咱们这边你像深雪赵洪博 他们也当年是刷案的时候 深雪赵洪博非常优秀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亚洲人在花华这块是非常不错的 你要看比如说美国那边最早从观影山 米西尔框最早开始 然后到后来 他没有到那个金艳而那个程度啊 他没有到 TOP ONE世界第一吧 观影山那个时候 观影山没到啊 就像蓝紫这边嘛 加拿大这边的Patrick Chan 然后这边这个美国的这个内森 内森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知道 只是没有到金艳而那种 TOP ONE那个程度 我是想说亚洲人没有 GNR是确实的 但是这次我们还是要看俄罗斯的这三个小姑娘 这三个小姑娘一定会非常惊艳 我会看 我非常期待 我一定期待 好了 那 冰湖的话 冰湖 你还预测比赛 好 冰湖怎样 没有没有 没有预测比赛 冰湖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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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不要把它当成运动来看 把它当成斯诺克 或者不会像是看这种东西 我也是这样子看 我昨天才跟我爸讲 冰湖就好像是斯诺克一样 那种感觉就是来看 但是他需要体力 我就觉得很奇怪 刚好你可能是专业 冰湖理论上来讲 我要蹲 然后我要用那个腰跟核心 然后去把稳定去做 所以我对身材的维持 应该也是 就是 他毕竟还是有一些体态的维持 像斯诺克他比较没有 但是为什么冰湖还是这么多胖子 而且丢得都很好 冰湖扔了一下 其实不怎么费劲 可能 就是冰湖怎么说 我们他开玩笑 就是冰湖这些 你有两把刷子 就可以玩游戏 然后这个 开玩笑 他其实刷冰更累一些 他没有对体态这么强的要求 是吧 呃 撞球对体态也没那么强要求 对啊撞球没有 有很多胖子 只是我在想冰湖毕竟还有 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多胖子 好啦没关系 冰湖很多胖子 还有很多老老太太 对对很厉害 冰湖是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冰湖很好玩 我就是当时的 把那个冰湖拉回来 因为刚才这种考虑的这个冰湖很多 我也知道战略时间太长 冰湖这个整个的这个水利方变冰利方 它是一个可逆的 也就是说它现在完全做成了一套 冬天能变成冰湖场 夏天能变成游泳场 好厉害 这个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因为大家如果看这个北美这边 NHL和NBA多的话 就知道很多这个场子都是 今天我打冰球 然后明天我铺上一层目的板 我就打篮球 这就是比如NBA NBA这样铺上一层目的板 然后还有格文层什么 好挤用的 它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但是你像这个水利方能从游泳跳水 能举行世界级游泳跳水的比赛 把它转化成能举行世界级的冰湖比赛 这套东西非常难 非常不容易的 它是个可逆的过程 因为这个是简直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一般大家想的话 就是我把游泳道 如果我要举行冰湖比赛的话 或者说是比如说我这冰面换一下 不要用这个雾面的冰了 我要把它换成花滑行不行 你也行 但是问题是它底下是泳道 也就是说你这个整体让它变成一个平面 因为冰湖就这么说吧 你底下的支撑的结构 如果让这个冰面不平了 那这样冰球的这些运动员的话 根本大不了 对对对 差一点点就不行 完全不行 差一点点就不行 对于这些国家一点都不行 对对对 一点点都不行 而且这次看冰湖比赛咱们会看得很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冰湖比赛的时候 那个冰立方啊 就腿方他前后挂的那个屏幕上啊 能够准确的显示当时的那个大美营的情况 这个很多时候咱们看冰湖比赛的时候 你需要跑过去看 你必须要跑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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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美营去从上往下你去看 现在是完全他有这个这个屏幕挂在这个墙上 非常大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甚至不用跑过去 当然大家现在比赛习惯 肯定就还要跑去看吧 这个冰立方到水立方这个这个转换 我也觉得是不可思议 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整个冬奥的话 只有冰四代这一个场馆是完全新建的 其他的场馆都是改建的 包括水立方到冰立方应 然后这个其他的都是这个呃在原有建筑基础上 比如说这个咱们在这个手缸 是大小台 对对对我去过 这个这个这个 您去过吗 这个东西整个的话就是感觉做的是非常好 因为等于说奥运会大家一直是亏捡 做完之后亏捡 这个北京这个花费没那么大 但是效果就很好 真的是做的非常好 而且08年的时候 咱们有很多展示的需要 展示的需要 这次咱们在北京的奥运村 就是将来的北京引进人才的这个呃呃 连渡房 嗯 咱们在这个延庆那边的话 延庆就可以变成一个呃这个我们北北京的朋友们 如果冬天想滑雪它变成一个度假村 嗯嗯嗯对对张海口那边对整个坐下来然后而且整个坐下来的感觉的话就是呃未来的可持续性啊就是可持续性啊非常好 嗯嗯嗯然后这个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再有大量的游客如果来的话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他的如果考虑到门票收入啊这个纪念品的什么东西 我这一次会哦这个是肯定会赚的对啊对啊像您买的这个冰墩墩的话现在咱们的所有的奥运相关产品多少钱现在涨了多少钱 呵呵开盲盒的啊扭蛋机这套东西都玩坏了玩坏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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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好很遗憾就是因为疫情这个很多咱们可能一开始设计者一开始这个这个申办的时候想的很多呃他的盈利模式啊可持续的方式 因为这个这对IOC很重要对这个真的是真的要说一点这次奥运会北京办的小啊对很多那些小城市将来办冬奥是件天大的好事嗯因为下澳的时候多半都是世界一级城市比如说巴黎啊比如东京对洛杉矶是呃冬奥不会啊但是冬奥都是中小城市啊对一般来说的话像上级的平昌像那边东里对温哥华对温哥华大了对但是都没有 没错对你适合冬季运动的很多地方都是阿拉姆图啊这个这个都是小城市然后小城市的话北京这边给给打了这么一个东西你就是后来者他没有压力嘛对不对我只要做的漂亮我只要满足奥运会所有需求展现我自己就可以了吗我不需要像伦德奥运和东京奥运大家还会在伦德奥运开幕式结束之后再回到北京奥运的开幕式 是YouTube点去留言哎我还是觉得零八年就不会有这个东西嗯而且点火这件事也给你废掉啊他等于说是奥运一百多年来的传统大火炬一定要大火炬给你点着我必须要点个大的我必须推陈出新我要在1992年1992年巴黎啊拿个链去设我在2000年这个悉尼奥运的时候我要一个原住民运动员拿着火炬 哎2000年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时候可没人谈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的时候犯的事还找一个原住民运动员去点火哦没人提这事啊但是这个那个时候去往水里去点水火交融包括96年阿里全王阿里在亚兰娜点火嗯这个已经把大家这些设计师脑子都快绞进脑子我怎么才能想一个比较 啊别出心裁的点火方式我这个火炬要必须设计要大嗯这次低碳环保我大火炬变成微火这个这个就非常好啊然后你这个东西你你你你你你下面报奥运会的话你大家我就觉得意大利下接意大利再办奥运会的话他们整个的这个组委会的压力心态压力都会小当然我这个纯粹是因为我对了从个人角度去说了他们这个组委会压力都会小这个没有压力的我可以去办一件很好的展示 所以说真的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感觉非常好也没有什么美工不足的地方嗯好就开慕斯那希望接下来的比赛都能够我相信会很精彩啦会很精彩啦然后我们再期待闭慕斯看看还有什么呃彩蛋出来哦哎对我就想现在是一个火炬放上去闭慕斯这个灭火怎么就直接摘下来嗯好啦那个非常谢谢你啊这个Wine Cliff这个哦你你你你非常专业的分析 这个冬奥哎真的是没有不敢讲这个完全是个人的观点就就就就你相对来讲比我们比我们讲了比我们一般人讲的很很多门道出来了啦我们一般就反正就看热闹看这个厉害很好漂亮但是你把一些呃所以然给讲出来我觉得这个还还不错这大家至少这一次看冬奥可以看看出很多细节就除了看比赛精彩之外大家也注意这次呃冬奥举办方的一些呃用心的所在 这样子真的很厉害非常非常谢谢你啊Wine Cliff谢谢这个给您办个晚年给您所有听众办个晚年吧好谢谢谢谢Wine Cliff谢谢今天跟你这个对话让大家能够更更更就是呃经过我们这一次对对谈能够看看冬奥能够看得更更更更有一些门道了这样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这个Wine Cliff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好拜拜谢谢拜拜 拜拜